5月10日凌晨,美国政府开始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 仅仅数小时后,川普总统就又出大招,下令开启对中国另外3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的程序。 如此一来,川普的惩罚关税措施将涵盖几乎所有中国输美商品。 相关程序定于5月13日启动。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周五发表声明说,美国正准备对尚未加征关税的余下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关税。 这是华盛顿与北京之间争端的进一步升级。 莱特希泽在声明中说,今天早些时候,在总统的指示下,美国将价值约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从10%上调至25%。 总统还命令我们开启对基本上所有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征收关税的程序,价值约为3000亿美元。 莱特希泽则表示,5月13日将会启动相关程序,并在贸易代表署网站公告详情。 他还说,贸易代表办公室必须先征询公众意见,才能继续实施新的关税。 如果川普对于下的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等于几乎全部中国输美产品都被加征了关税。 川普在推特上表示,他一点不急于达成协议,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带来前所未有的收入,可用来向伟大的美国农民收购农产品和投入基础设施建设。 中美第11轮贸易谈判在川普宣布,将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增税后展开,濒临破局的会谈5月9日和10日再次重启。 虽然川普称坦率且具建设性,但中美双方仍无成果,对此,知情人士透露,川普已下最后空谍,只有一个月的时间达成贸易协议,否则就等着所有销美货品全被加征关税。 知情人士还指出,美方官员在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会谈时清楚表达了美国底线,告知北京当局有3到4周时间来达成协议,否则将要对剩于3250亿美元,还未受关税打击的中国商品加征25%关税。 消息人士说,美方的威胁主要是中方在这两天会谈期间,未能做出任何实质让步,而庶民了解美中这轮谈判的人士指出,美中在9日晚的工作晚宴与10日的谈判里几乎毫无进展。